各位同事,早安! 今天我不在台上了 今天我在台下跟大家一起近距離分享,好嗎? 今天由於是早上九點鐘的關係 我想跟大家一開始做一個熱身 我想請全部的同事站起來,好嗎? 請這邊的同事,我們全部,全部,OK? 這邊我們都不坐人了 我們過一點,我們全部面向這邊 面向這邊,OK? 向前面那個,踏住他的肩膀 踏住他的肩膀 我們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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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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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你們車頭變車尾 過來過來過來,後面的,後面的,我看到你們的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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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過來,good,非常好 給點音樂來,麻煩 好,我準備,跟我的指示做 一 二 三 拼命捏他 捏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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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呀 捏完之後就踏他 踏死他,踏死他 踏完上面,踏下面 踏完下面,踏上面 踏完下面,踏上面 再踏上去 踏上去 捏他 肩膀不夠,就捏到肩膀吧 爽不爽? 爽的吧?再踏他 踏完上面,踏下面 踢完后面踢上面 拍他几下 转 有仇报仇了 捏呀捏 踢死去 踢完上面踢下面 踢完后面踢上面 捏呀捏 踢死去 踢完上面踢下面 捏拉他的镜子 交素未 拍几下 索不索 索的你问一下他多少号码 给自己准识 给自己 好了请坐 真的过来这边坐 过来这边坐 对了我不在台上 尽量过来这边坐 对了 这边的兄弟姐妹 我们大多人了 继续坐在那里 你们坐在那里 这帮我们不坐 那边 欢迎你们过去 快点 快點 快 要快 要不就坐過去 要不就出去 我的意思是出去台上 我們多給這班同事掌聲 因為這班同事做了一件事很重要的 他做了什麼重要 他走出了他的金服宗 他走出了他的哪裡? 金服宗 知不知道香港有一句話 The size of your comfort zone is the size of your wealth zone 你的 comfort zone有多大 你的財庫圈有多大 每一個人都有 comfort zone 同不同意? 同意的可以一下掌聲 我感受到有些人很同意 來一次 同意的一下掌聲 我希望我們從今天的早上到完結的時候 我們的下掌聲是很齊的 行不行? 非常好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 comfort zone 有些東西他習慣 有些東西他不習慣 但如果他能夠去到哪裡都很習慣 他在香港很習慣 來到馬來西亞很習慣 來到儀保也很習慣 這也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他的財庫圈很大 很多時候我們做agents 也是同一個情況 有些agents會說 哎呀 我只是做call call 我不喜歡做warm call 我家人的親戚朋友的臉孔很壞 每一次去銷售他的時候 他總是給我一些難聽的說話 所以我不做他們的生意 不做他們的生意沒問題 因為AIA沒有規定過我們做家人的生意 對不對? 同意的 good 在那個位置裡面 公司是沒有限定我們的 所以做不做家人的生意沒所謂 但是原因才是問題 如果你的原因是因為有更好的選擇 非常好 但如果你的原因是逃避的話 那我們有待相確 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是closing 7武器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團隊的一些管理的經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怎樣簽單做生意 正不正? 在這裡我們做銷售最重要的是什麼? closing 不是 prospecting 都不是 做銷售最重要的是心態 是個信念 同不同意? 同意的 非常好 我們做銷售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信念 在這裡我想我讀三句話 我讀一句 你跟我讀一句 好嗎? 沒有人喜歡被人銷售 沒有人喜歡被人銷售 但是人人都喜歡賣東西 但是人人都喜歡賣東西 女士們聽到有沒有感覺 沒有無敵的基準 只有無敵 只有無敵 沒有無敵的產品 只有無敵的agent 同不同意? 同意的 第三 沒有無敵的 沒有人喜歡賣東西 沒有無敵的 沒有無敵的 沒有人喜歡賣東西 但沒有無敵的產品 只有無敵的agent 無敵的presentation 是不會有 非常好 給我們自己一聲 銷售最重要是信念 沒有信念做什麼都做不到 當有信念的時候 技巧才有用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Closing 7武器 但我想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真真正正的Closing 真真正正的簽單 是由什麼時候開始呢 麻煩工作人員 我們這邊不坐人 幫我攔住那些人 全部過來這邊 謝謝 對了 是你們 走出你們的Comfort Zone 你們的Welf Zone去那邊 起來 起來 乖乖乖 過了那邊 過了最遠那邊 我們給他們一次掌聲好嗎 麻煩工作人員幫他們攔住 不要再坐這邊 要坐就坐那邊 對了 You are not alone 剛才說過 當我們有了信念之後 我們的技巧才來 Closing 是由什麼時候開始呢 First Approach 開始 給掌聲 站起來 怎麼稱呼你 給掌聲 Johnny 給我一個咪咪 麻煩 我們由First Approach 已經開始closing 真真正正聰明的Salesman 真真正聰明的Salesman 是第三句話 就已經在銷售了 不准 待會我來 我就教你 Johnny 你可以坐下了 OK Johnny 可以坐下了 在這個過程裏 大家要留意 今天我們的Closing 7武器 是包括什麼呢 就是包括Mildbar Mildbar Mildbar 不是女性的bra 是貓bra 我的英文覺得不好 是有七招的 哪些七招呢 跟大家分享 第一 M Motivate the prospect I Impile Consent L L D D B B B Alternative Proposal R Will Reason 大家可以拍下它 可以嗎 可以嗎 1 2 3 笑的 好了 這七招呢 我第一招 立刻跟大家分享的 M Motivation Story 第一招 很厲害的 阿婆買蛋 我們去見客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Fat Fiding 我們要做Fat Fiding Fat Fiding的時候 我們要Fat什麼呢 Fat他的家庭狀況 理財狀況 理財目標 財政狀況 同不同意 同意的 新來的可能不知道 我們同意的就一下掌聲 同不同意 當我們Fat完這些之後 我們就會找到他的需要 跟著跟他講概念 是不是 講概念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說呢 在這裡我教大家一個很好的conjunction 廣東話叫 話時話 啊 話時話 第二招 說開又說 其實很神奇的 之前都沒有說開 為什麼又有話時話呢 之前都沒有說開 為什麼說開又說呢 你明明跟他在風花雪月緊的 在說旅行的 對了 話時話 你的保障安排是怎樣 是不是很自然啊 話時話 和 說開又說 好了 當話時話 說開又說的時候 很好用的 話時話 說開又說 你知不知道呢 現在最update的理財概念 是什麼呢 帆船 是去年 如果我說回去年的話 你還請我過來嗎 看影片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最update的理財概念是什麼 我知道 保障嘛 非常好 但是 歐了 我知道 處束嘛 非常好 這個是80年代的觀念 歐了 我知道 投資嘛 歐了 我知道 保費回贈嘛 歐了 我知道 PBM Financing嘛 大先T 歐了 有些人笑得像大魔頭一樣 哈哈哈哈 總之答什麼都好 歐了 OK 歐了之後呢 你歐到他開始 你感覺到他有些 或者他答不到的時候 其實現在最update的理財概念 是阿婆賣蛋 可不可以阿公賣蛋的 都可以的 總之賣蛋 OK 什麼來的 好 既然你問到我 勉強為奇難 告訴你 我們不是這麼chip的 是不是 不是經常都主動去說話 給別人聽的 我們當然要賣個關子 話說 有一個村莊 村莊裡面有一個阿婆 那個阿婆 就是以養雞 和賣雞蛋為新的 那她每一天 她就把她生出來的新鮮的雞蛋 推出去那個市集那裡賣 她說 但是路就很長 很遠 也都很瘋癲 有時候不幸運的時候 就會跌破一、兩隻 再不幸運的時候 跌破十隻 再不幸運的時候 整車都反了 畢館無歸 但是沒辦法 因為她就真的住那裡 她一定要這樣做 有一天她如常出發的時候 有個年輕人走了出來 阿婆阿婆 不要走 然後她說 你劫財還是劫色 我兩樣都不是 阿婆 我知道你的情況是這樣 我很想幫你 你怎麼幫我 很簡單的 我給你一個交易 是英文來的 不是廣東話 我給你一個交易 OK 你出發之前 你給我五隻雞蛋 如果不幸運 中間你跌破一隻 我給你一隻 你跌破五隻 我給你五隻 你跌破十隻 我給你十隻 你整車反散 我整車賠給你 你無事無故 去到省城的時候 你之前給我的五隻 我會給你八隻 阿婆 如果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一個事實的 我想問一下你 你會不會考慮 這麼多位阿婆考不考慮 那阿婆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的話 你會是今天開始 下個月開始 還是夏年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這麼多位阿婆 Good 這麼多位阿婆 你給我五隻 我就會給你八隻 你給我十隻 我就會給你十六隻 那阿婆 你會給我多少隻 給我 給我 給掌聲 這位姐妹 好嗎 站起來 接受一些幸運的掌聲 哇 馬上 這麼多位親愛的兄弟姐妹 剛才說過 這個就是阿婆買蛋 其實這麼多位 Mr.Postback 我們很辛苦去讀書 讀書的時候 我們就是求學問 但出來做事的時候 我們就要將我們的學問 和經驗 去換成我們的財富 在人生的旅途 漫漫長路 我們呢 中間都會有一些 意外 你給我五隻雞蛋 就是寶貝 你跌爛了一隻 是小小的意外 或是偶傷 你跌爛了五隻的 是入醫院 那些爛了十隻的 Critical illness 整個車翻了 是 死了 沒有事沒有事 去到省城的 他可以拿回八隻的 是 Returned 是他的retirement fund Mr.Postback 是否有一個理財的工具 可以躺在這裏有錢賠 站起來有錢償 除了保險 你不要想其他 除了保險 有沒有 沒有 Mr.Postback 剛才你跟我說 你說會馬上開始吧 Mr.Postback 剛才你跟我說 整副身家都給我的吧 整副身家不用了 一半吧 如果覺得有用的 給點掌聲吧 由於人太多的關係 我還是要上台了 OK 給點掌聲我們各位的生家 好嗎 好了 我阿婆賣蛋 這個很好 你要留意 剛才說過 阿公都可以賣蛋 阿公怎麼賣蛋 就是看你那個客人 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 如果他是男人的話 就是阿婆賣蛋 如果他是女人的話 就是阿婆賣蛋 清楚嗎 收不收到 這個很重要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回 第二招 賠償個案 我跟第三招一起說 有時候我們去見客的時候 那些客戶 我們大家一見面 通常那些客戶 我們大家都會第一句是說什麼 見到朋友 見到客戶 第一句是說什麼 很久沒見 是不是 第二句 你最近很忙 多不多聽到這句話 多 你最近很忙 然後呢 剛才我說過 厲害的銷售 第三句是銷售的 你會怎麼回應他呢 是啊 我很忙 這樣嗎 不是我很有空 我會回答他 留意 我最近很忙 車線 真是邪到不得了 最近真的很邪 很邪 很有趣 你不說 你講一些正面的東西 那些人不聽的 但是你講一些負面的東西 那些人就特別留心聽的 你跟旁邊那個人說 真的很邪 接著他就會很關心你 有什麼那麼邪 接著留意 你看一下你想銷售什麼 如果你想銷售 如果對方是一個女性的 你想銷售一些醫療 銷售一些婦女寶的 你就這樣說 哇 近來很邪的 同一樣東西堆過來 近來我有十個客戶 都志工生理 有沒有這麼瘋啊 喂 你太誇張了 沒有誇張 真的沒有誇張 我問 你知道我遲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出來的時候 剛剛有個客人 又打電話給我 剛剛我跟那個客人 之前跟另一個客人 去看醫生 一起去看 進去的時候 接著看到一個醫生 我就問過 就是這麼多嘛 我就問過醫生 醫生啊 為什麼近來這麼多女性 會有這些毛病 他說 三四十歲是這樣的 很正常的 這樣說 接著我說 但是為什麼男人 沒有那麼多女人 多一點呢 阿Wafer 你知不知道 男人和女人 如果劏開肚子 把裡面的東西 都放在桌上 女人是比男人複雜四倍的 那即是怎樣 你有沒有見過 計數機會手機的 我說沒有 你有沒有見過電腦手機 經常手機 所以越複雜的東西 就越容易壞 就是了 我這樣的嗎 是啊 這樣的 阿Wafer 你知不知道 女人的子宮 不是生孩子 就用來生房子了 接著你猜我那個客人 聽完有什麼反應 立刻流行 阿Wafer 阿Wafer 那你那些客人怎麼樣 我說他們有些很好 有些是有買到的 有些呢 我跟他們說完 接著他就沒有買到 接著他以為自己買了 那最後當然賠不了 但是都要醫治的 那我有沒有買啊 你啊 不知道啊 我這麼多客人 真的不記得啊 你怎麼做事的 你快點回去幫我檢查一下 沒有的給我加回 快點啊 OK 一切的來源來自 好邪啊 想請大家 和前後左右 玩四個人 說好邪啊 好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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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聰明一點的 OK 如果你想銷售婦女保 你就很邪 有十個人 有這些子宮生的東西 如果你想銷售意外的 你會怎麼說啊 好邪啊 近來有很多客戶呢 出意外啊 香港呢 一段時間呢 就經常那些車 退後啊 就撞死人 好邪啊 近來那些車 不知為什麼 退後全部撞死我的客戶 這個當然是開玩笑 幫我買保險的 是福大命大的 OK 想不想到 好 Motivate Motivation story Motivate the client 我們銷售 是由first approach 已經開始 好了 第二招 更厲害的 是imply consent imply consent 就是代替決定 OK 這個潛現物化代替決定 我們很多時候 大家有時候有些同事 新人 新同事又是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你做做客戶 近來簽不到單 九成九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沒有做到這個代替決定 什麼叫代替決定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平時去見客的時候 不是見客了 這裡在座有多少結了分的 請舉手 結了分的 好 多謝大家 好 我先在這裡捉O.C.出來 O.C. 給點掌聲O.C. Steven 昨天捉過Jason 今天不捉你的話 你又說我大小超你了 好 我們先給點掌聲O.C.先 今屆的ANC 正不正 多謝誰 以及工作人員 給點掌聲 我認識O.C. 我認識O.C. 這麼久都沒有見過 她前晚 這麼有英知講的 O.C. 簡直是憎恨人心 好了 O.C.你結了分的 是不是 我結了 你老婆叫什麼名字 Penny 你愛不愛她 我愛她 愛 當日是你追她還是她追你的 我追你 有疑惑0.1秒 OK 好了 我想問問你 你求婚的時候 怎麼求的呢 你是不是這樣求的 你做Penny 我做你 讓你瘦一點 OK Penny 我們拍拖都拍了很久了 你對我們的婚姻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會 你會不會這樣問 不懂 不懂 大家會不會這樣問 你會問 Penny 你對於我們的未來 有沒有什麼計劃呢 結婚 真的 我相信她絕對不會得到反應 那麼多位同事 有沒有人這樣做的 沒有 但是我想問問你 Penny 你對我們拍了這麼久的拖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Penny 我們拍了這麼久 你還有什麼要考慮呢 沒有什麼要考慮呢 我們給Penny 你不要這麼快走 陪我到尾 我很孤獨 這個舞台這麼大 其實這麼多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大家留意一點 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在沒有人交過我們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懂得拿一束花 買一束戒指 拍到這樣 突然間很失驚無神 卻是有暗勇 他明明都感覺到你有些事情在做的 但是他假裝不知道 然後呢 你就要怎麼做的 你真真正正的 你要怎麼從Tenny求婚的 給你一個麥克風 案件重演 立刻示範一下 我是Penny 這次 你可以嫁給我吧 你真壞的 你說這些話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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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生的 好 正常 給你一聲吧 好嘗嘗 這些呢 其實不用人教的 都會這樣做 是嗎 是的 Good 是這樣的 但實際上 大家見客是怎樣呢 見客的時候 你Present完份Proposal 你做了些什麼 Present完份Proposal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然後你為了打破這個沉默 你就 啊 陳先生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有沒有事情要考慮呢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這份計劃的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意見呢 不要笑 真的有些人是這麼做的 同意嗎 在這裡等 你等什麼 你等客人跟你 Awave 求求你賣給我吧 你發夢了 只有一種人會這樣 是深切治療部的人 你拿那份Application Form 去到醫院 深切治療部 那些人在聞氧氣 然後你舉了那份Application Form 我這裡有保險賣 誰想賣 嘩 那些人死都翻山來買 買保險是怎樣買最划的 今天買明天賠就最划 對 但是我們為什麼今天 但是今天買明天賠的那些 是買不到的 今天我們的工作的時候 就是他沒有事沒有幹的時候 我們來找他 而令到他明白個需要 重要性 而且這個才是我們的 使命和價值的所在 給我們一聲 我們是一份偉大的工作 所以各位同事 當我們如果發覺到 我們最近簽單可能有些問題的時候 很可能就出了代替決定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教大家 你會說 Present完之後 Present完之後 留意那個話術 陳先生 如果你是夠強勢的 你可以說 Present完之後 陳先生你練功還是半年功 陳先生你開支票 你不用信用卡 如果你夠強勢就這樣做 如果你不夠強勢的 你會很怕他有objection的 就是錄下我以下說的話 PowerPoint沒有的 陳先生 剛才我說得清楚 清楚 陳先生 如果你是買的話 那你是想著 年功還是半年功 我都沒想著買的 我知道 我說如果你是買 你打算年功還是半年功 那你说如果你是買機器 就出來了 那你練功 那陳先生 如果你買的話 你是打算給資票 還是要給信用卡呢 那支票 但是我們公司 不是把資票都收的 你打算給哪家銀行的資票 或者那家銀行信用卡 我打算給一個 馬來西亞銀行的信用卡 你給我看看 拿了之后就刮了 跟着签名 如果觉得这招有用的 给点掌声 因为可能你录影中 或者你觉得没用 OK可以不用录了 刚才那个如果你是买 如果你是买 OK 好了 第二招 询问健康状况 present完了 present完了 立刻来了 陈先生 如果你是买的话 那我也要了解一下 你的健康状况先 OK 看看你可不可以受保的 我还没打算买的 我知道 所以我来看看 你的健康状况 看看你买不买到 你最近一次看检验是什么时候 直接下去 收不收到 第三招 重复讲事 如果你留意到 刚才我那个话术 present完之后 我第一句问题是什么 不是 陈先生 刚才我说得清楚 这个问题 是这些说yes的问题 陈先生 你觉得AI ok ok 你觉得我刚才说的 ok ok 你觉得 那个budget是你给我的 我问你一次 ok ok 你把问题设计到 变成yes or no question 另外问的方式 要让他回答 ok 但都没够 然后呢 还要有最后一招 不断点头 这个是NLP里面的先跟后大 我很多时候就会把几样东西 那看着刑毛 或者看着我的样子 present完了 留意一气可成 陈先生 刚才我觉得ok 留意 你千万不要 陈先生 我刚才觉得ok 就算你签完张单也好 你转头要看骨科医生 ok 陈先生 刚才我觉得ok 你这样做 通常会回答 ok 对了 两眼要看着对方 然后不断点头 陈先生 如果你是买的话 你是打算年工还是半年工啊 嗯 那如果你是买的话 你是给信用卡 还是给支票啊 信用卡的话 你是哪家银行的 哦 马来西亚银行 ok 那不是将一张收费 你给我看看 拿着手出来 不断点头 签单的时候 递一支筆给他 这个就是 Empire Consent 关键整个过程 我们对眼是要看着 对方 微笑 很有自信 不断点头 明不明白 但是可能有人问 不行啊 我看不到他对眼 我忍不住笑的 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他眼睛太迷人 有被触电的感觉啊 那怎么办啊 前日Mill老师教过的 我们看哪里啊 看眉心 看眉心 现在呢 请大家我们做个exercise OK 第一 那 一会儿你要做什么呢 一会儿你要做的 是要讲四句话 第一句 刚才我讲得清楚嘛 第二句 如果 如果你是买的话 你是给 年工还是半年工 如果你是买的 你是 信用卡 还是支票 那你给我看一张信用卡 四句说话 收不收到 现在两个两个一组 两个两个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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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没有人没有组的 请举手 对啦 如果你没有组的话 你要检讨一下 对啦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你一组 对啦 对啦 来了啦 一个 一个是A 一个是B 一个是A 一个是B 现在是A跟B说 1 2 3 开始 是B 1 2 3 2 3 5 6 5 6 5 6 8 8 8 9 9 2个都做完了 举手 2个都做完了 举手 2个都做完了 举手 我们再做多次 OK 什么意思呢 留心 A和B 当A看着B的时候 你就看着她的眼睛 或者看着她的眉心 不用出声音 你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跟她看哪里 看看她猜不猜中 看看她猜不猜中 出三次题目 出三次题目 收不收到 OK A 先出题给B 1 2 3 开始 哇 这个很厉害 一个看两个 可能你正在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对方的眼睛 是这么淫的 好 做完就反转了 多多多点 就要点赞 OK 给我们自己掌声 好吗 一次都猜不中的 请举手 猜中了一次的 猜中了两次的 估计三次的 哇,很少啊,是不是? 证明其实你望对方的眼和望眉心 看不到的 如果你望到他的眼 点头眉笑,做到的就最好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不要紧 望眉心吧,原来真的看不到的 能不能收到? 好,第一句是什么? 刚才我说得清楚 你留意 很多agents 没有经验,经常问 刚才我说,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 有没有问题? 你问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给了一个指令 去想有什么问题要问你 当他想不到问题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很有问题 当他觉得自己很有问题 他就要回家再去考虑一下 你问他,你清楚不清楚啊? 你明不明白啊? 他就会觉得你侮辱他的智慧 你不就当我白痴啊? 所以我们做agents 我们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要把问题放在自己身上 刚才我说得清楚啊? 刚才我说得清楚啊? 不清楚都是我不清楚而已 不关于客户的事 收不收到? OK 觉得empire consent有用的? 给点掌声吧 我说得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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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close end question 譬如什么呢? 你喜欢喝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去哪里吃饭? 你喜欢吃什么饭? 这些是open end question 是不会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的 也很难猜到的 这些就是open end question close end question 就是multiple choice 是可以选择的 你喜欢喝冬领茶还是热领茶? 你喜欢喝奶茶还是咖啡? 这个是close end question 第三个就是yes no question 是是和否的 你是不是男人? 你是不是女人? 我问大家 大家今天觉得正不正啊? 是的 那这个就是yes no question 最后一个就是引导式问题 一起去吃饭吧 这个是问题来的 但其实是没得选择的 没得选择的 await for a session 你也去的嘛 是吧? await for a session 你都会买十本的嘛 是吧? 是吧? 这个就是引导式的问题 这四种问题 我们要留意 要懂得好好去运用 当我们在fat finding 里面 或者是跟客户warm up的阶段 我们应该多用哪种问题? open end question 你记住 在fat finding 在warm up 在ice picking的阶段 我们要多用一些open end question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发觉你和你的客户的沟通 就很短暂了 通常你问他 吃饭了吗? 吃了 你有玩保险吗? 没有 你没有钱? 不是 你没有需要? 不是 你没有智慧? 不是 你妈妈不给? 不是 累吗? 累吗? 很多人就不懂得问问题 所以搞得 整天都要想东西 但如果你懂得 去问一些open end question的时候 其实客户是不断地说的 那个客户说得多些 是不是好事? 绝对是 因为他说得多些的时候 代表 他要躺开他的心肺 去接纳你 入到他的心里面 签单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什么叫ice breaking? ice breaking就是交心 就是他将这些东西交给你 你又将这些东西交给他 你越做得多的时候 后面就会越容易 清不清楚? 好了 是否识的 刚才说过 open end question的时候 这些情况是没什么压力的 OK 但也控制不了的 越去到引导式 就越有压力 而且越能控制得到 第三招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closing的时候 我们就要多问一些closing question yes no question 和这个引导式的问题 刚才我示范了 我现在再给大家几个例子 Mr.Posper 保障压够不够? OK 受医人是不是写爸爸妈妈 你会选年工还是半年工? 给支票还是信用卡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例子 是一些closing end question 是做一些lead to decision 因为做lead to decision的时候 有些催眠效果 但如果你问open end question的话 他就会立刻醒醒了 好了 第四招 MILD D for什么呢? D for danger of an insurance 在这里跟大家说 去年三月我来到了你们的ANC 八月的时候 我来到了马拉 MDRT Day 大家知道去完你们的MDRT Day之后 我回香港做了什么? 我做了一个大手术 真人真事 那手术是怎样呢? 这个故事是给大家可以签单的 你可以拿去跟客人说的 话说今年四月 我去到MELBURN 公司的convention 我下机第二天 我的右脚的脚尖很痛 走路路也很痛 我只要搭着我老婆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我们很亲密 其实也是很亲密的 痛得很重要 我很担心 我担心什么呢? 痛风 因为做我们这行 饮饭吃吃太多了 吃得太多好东西 这些富贵病 我很担心 接着呢 我回到香港去看医生 医生跟我照完MRI 照完X光 接着他告诉我 Waver 你的脚里面有几粒碎骨 接着我说 碎骨? 我说是什么? 他说 你应该是一些软骨 脱了出来 不过你这么年轻 不应该有的 你是不是经常喝啤酒 我说不是啊 是有喜气我才喝的 他说那些啤酒呢 会令到那些软骨 会退化的 我感染中啊? 接着我自此之后 我就不喝了 不过来到太热 所以我又喝了 OK 接着我说那怎么办 医生 他说你先观察三个月 因为软骨 身体可以吸收回的 那 哦 那如果吸收不到呢 吸收不到就做手术了 那三个月之后呢 都是吸收不到 都是痛 接着呢 我就真的去 去看医生 做手术 那那个手术做了什么 怎么做呢 那个手术呢 是三个小时的手术 一次做了 四个小时的手术 一次做了三个微创 给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这个真的是我的脚 做完手术 这些手术 整个脚到妈妈都眠得 看到这里有多少个洞 最左边的一幅图 这里第一个洞 第二个洞 第三个洞 后脚 这里有一个洞 这里有一个洞 三个微创手术 在我的直肩里开了五个洞 拿些什么出来呢 拿些碎骨出来 旁边看到有一把鞅 那几粒碎骨在这里 接着医生跟我说 Waver那些不是软骨 那些真是骨 我说为什么医生 我又没有跳楼 我又没有踢球 为什么这么多碎骨 他说你没有咬柴 扭伤 我说哪个会没有的 我想问一下在座 这里在座 咬柴的他手 看下你前后左右 我又没有穿高跟鞋 有什么事咬柴 他说原来人与人之间 咬柴 通常两三天不痛就不理会 或者用铁打走 其实我也是一样 咬柴之后就不理会 但原来可能已经骨裂了 但是人很好的 有自己修补的能力 接着修补了之后 但是有一次修补得不好 就变成骨刺 然后我再咬 那粒骨刺脱了出来 就变成了碎骨 你知不知道这几粒碎骨 害死了我 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鞋里面有一粒沙掉进去 舒不舒服 真人真事 我的叔公 即是我的外祖父 他的弟弟有糖尿病 他有一粒沙在鞋里面 磨损了他的鞋的鞋 脚底 细菌感染 鞠了整只脚 在他鞠这只脚的时候 他很不开心 他一直拖 他本来是在这里 最后因为拖就来到这里 他没有一只脚 他还没有了自信 你试想一下 一粒沙在鞋里面都不舒服 我有四粒碎骨 在脚端位那里 不断游走 我为什么痛呢 原来就跌了在这个座位里面 大家有没有吃过椰青 椰青是白色 里面的肉是白色的 我们有时会用匙巾刮出来吃的 我那粒腌骨就跌了在那里面 我一走 然后就刮了整条鞋里面 整个腌骨都没有了 我这里为什么要做手术呢 因为那粒碎骨在那里 连印带都磨损了 印带撕裂了 我进去医院 香港的住半私家病房 住了三天两夜 你猜我用了多少钱 港币 试试猜一下 如果马来西亚要用多少钱 香港二十万港币 二十万港币 在我入住的第一晚 在我入住的第一晚 我是八点钟入院 我进到房子很开心 因为只有两张床而已 只有我一个在那里 我心里觉得 哇 可以等于住私家房 赚了 谁知道到十一点的时候 有个老人家进去 分好隔离 接着呢 他老婆陪捉他整晚 接着呢 如是者呢 那两三天 大家都是相依为名 我听到医生走来巡去房 问他 陈先生就这样 你要做这样这样 该样检查 接着那个陈先生就说 医生啊 多少钱啊 哦 这个就这么多钱啊 可不可以不做啊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啊 医生每一次巡房呢 就答他这些问题 答了很久 但是从我的谈谈 我了解到这个人是有钱的 因为他常常跟老婆说 那些身家怎样分啊 接着就说这个孝顺就怎样 这个不孝顺就怎样 接着教他老婆 怎样营运那笔钱 他最后 各样都省 接着医生走了之后 接着我们又聊天 他说 周先生啊 你的脚什么事啊 你用多少钱啊 不知道啊 你房子多少钱啊 不知道啊 你够不够赔啊 一定够 那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肯定呢 我买了保险嘛 买了保险 都不用我赔的 保险公司赔的 应该是保险公司 我只问他多少钱就是真的 我为什么问他多少钱呢 同不同意 接着他跟我说 大力一点 不要拍 其实这么多位亲爱的同事 一个挺有钱的人 他没有买保险 他进到医院 其实都要担住 我们可能没有他那么多钱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保障 我们有保障 他有三百万来去找医药费 只是证明他很有钱 但是我有三百万的保险去找医药费 证明我很有智慧 这句说话不单止跟你说的 我们出去见客的时候都可以跟客户说 同不同意 懂得买保险是有智慧的表现 OK Danger of an insulin 简单地说两个字 三个字 吓死他 三个字 吓死他 四个字 吓死他 由于这里是ANC 那X你自己想想 OK 好了 B B for benefit 第一招 当我们讲到保费的时候 我们就要懂得大数化少了 譬如他一年的保费是一万二千元马币的 你就跟他说每个月一千元 每一日是三十三元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一日三十三元贵一些 还是一万二千元一年贵一些 感觉是一万二千元一年贵一些 所以拆散去 但是你反过来 当你说到你的保障额的时候 你就要少数化大了 譬如你买一个住院入息 一些hospital income 是一百元一日的 那一年贵有多少钱 一百元一日 三万六千五百 是不是 那你觉得一百元一日多些 还是一百元一日多些 还是 total的额可以赔到三万六千五百多些 收不收到 OK 这个是说话的技巧 港保费大数化小 港保障的 就少数化大 第二招 活用公司的推广 这个是要好好去做 但是留心 活用推广和大数化小 不是一开始就做 有很多agents 经常犯了个毛病 就是一开始 就和客户用个推广来引诱他出来 用个推广来做入题 其实你要记住一件事 这些只不过是感上添花 是尽到尾令到他 在犹疑不决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硬币 他打直动了在这里 本来应该是公字 但是他这样在这里 这个推广是令到他这样的 清不清楚 就不是他购买的本身 因为香口胶都很便宜 但是大家又不见你买 因为你们没有需要 所以我们还原基本点 需要是最重要的 第三 是Bank Franklin的closing 如何Bank Franklin的closing 我们见个客户的时候 当客户在这儿犹疑不决 不知道买不买的时候 接着呢 你就要画了这幅图出来 找一张纸 Post和Cons 你就跟他说 陈先生 其实呢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决定 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是的 也都不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通常如果有好处 比坏处多的话 那我们就会做的了 但是如果呢 当他的坏处多好处的时候 我们就不做了 对不对 对 因为说这些东西是对的 那客户说对的时候 不如我又问一下你 先说说做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呢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你要把好处 要break down 你要引导它 如果你就这样写 有保障有钱 存一句过了 你就没用了 你跟他说 陈先生 刚才我们跟你说完的计划 我们现在当问一下书 记不记得 入到医院的时候 你可以住什么房 半私家 接着你写 新病时有半私家医疗费的保障 好了 陈先生记不记得 我们入医院的时候 就是首庭口庭 没错 你吃的住的 有保险公司帮你找数 但是你供楼啊 你给家用啊 你小朋友的教育费 没有人给的嘛 我们有一个住院入息 每日是多少钱 马币啊 一千元 没错了 接着就写上去 住院入息一千元 帮你出粮给家人 是的 房伤有多少钱啊 什么有多少钱啊 65岁退休的时候 有多少钱啊 OK 写满了这个post 越多越好 break down 好了 跟着来了 陈先生做了这份计划 有什么不好处啊 给钱 给钱 给多少钱啊 每日33元 留心 有个小小技巧 每日33元 要写小一点的 那个form size 是要小一点的 还这样呢 陈先生 开放式问题 陈先生 还有什么不好处啊 想不到啊 没理由的 一定有不好处的 你想想 真的想不到啊 不是吧 你想想吧 真的没有啊 其实我也想不到 陈先生很显而易见 好处有这么多 坏处得一样 陈先生 如果我是你的 就不需要想了 OK 陈先生 刚才我说得清楚吗 如果你是买的 打算年工还是半年工啊 如果买的话 打算付信用卡 还是支票啊 如果觉得这招可以的 可不可以给掌声啊 好 Benefit 在这里送了一招给大家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教过的 这招呢 是很好用 就是当我们去 approach一些 曾经听过保险 但是没有买到 又或者一些 已经在买了保险的人 OK 这招是最好用的 你试想想 对着这些人 你需要不需要和他讲concept 要的请举手 不要的请举手 刚才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死都不肯举手的举手 留心一件事 是要和他讲concept 一定要讲 你以为不用和他讲是大错特错 因为第一 他听完这么多次都不买 就是证明他不buy 就是证明他没到水位 他听过之前的人说 接着呢 他买了一些 但可能那个concept是错的 可能很多年前的 对不对 已经out了 那你要和他讲回 要和他再重申和蜜 两公婆啊 老夫老妻 开了很多次工 今晚要开工 都不是直接讲product 都会有些前气做一下 对不对 OK 应该全部是成年人 OK 所以在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去到这个环节 我们都要讲concept 如果我们是平铺席 继续讲其他东西的话 可能他会很反感 所以我们要利用阿婆埋蛋 或者利用反问 反问 Fatbinding 计划完公司 计划完自己 讲concept的时候 你就说 其实说实话 陈先生 为什么你买保险呢 因为保障 我说其实你没想过 有事 没错是有保障 没错是白笔 都不会的 有钱存的 是 有钱存的 是 有钱存的 不过你把钱买股票 买基金 买信托不就更好 你买保险 回报没那么快 但是保险稳定 是 保险稳定 但是保险的灵活性低 你不可以今天放下去 明天拿回 接着客人说 这样才能存钱 有钱嘛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反问 突然间好像 谁做了个人 那客人做了个人 我做了个客人 我做了个客人 倒转了做招职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么多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知不知道 Selling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是Selling都不觉得 Selling的最高境界 是他自己 Sell自己 同意的 一下掌声 不要常常想拿东西的手机 怕掌 不要那么累 在这个位置里面 多谢 在这个位置里面 大家要懂得用反问 去利用这件事 藉着反问 让他重新了解 整个保障计划的 Benefit所在 OK 好了 还有招 A A for Alternative Proposal 这招是怎样的呢 有时可能我们见过客人 那客人说要回去考虑 他说要考虑的时候 那你怎么回答他 陈生你有什么考虑 没有的 总之回去考虑 那就死火了 陈生你考虑吗 你要考虑多久 那有死火 那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 不可以就这样完 还没完 如果他真的说出考虑的时候 你就要立刻辨别 他考虑的因素 怎样辨别呢 陈生你考虑不是问题 不过从好奇 问你 拿回一些些feedback 刚才你觉得我说成怎样 很好啊 你觉得计划如何 都很好啊 不过我也要回去想 不要紧 我想了解一下不同的环节里面 拿回一些feedback 你觉得人手方面如何 这个OK 住院呢 都不错 危险呢 OK 就是危险这方面 你可能会有些考虑了 是不是 是啊 那意外呢 OK 储蓄呢 OK 保费呢 保费我告诉你 OK 那其实你要考虑的 就是危险这个部分 Critical illness这个部分 那你是觉得 他的保费 你觉得这个 买不买啊 还是觉得他的颗 太小还是太大呢 其实我觉得 那个颗好像不太够 哦 就是你觉得那个颗不够而已 除了这个有没有其他 都没有了 那行了 我们在这里 我跟你再做一个新的proposal 是那个危险条顶一下 那 alternative proposal 他跟你说说考虑 多谢 大力天 多谢你后面那位 大哥 明白 一定要拿到个原因 才好走 死 都要死得眼闭 第二招 这招呢 是适用于那些 健康状况 有少少问题 或者有很多问题的人 他说 我要回去考虑一下 哦 没问题 其实呢 就算你真的投保也好 保险公司都会考虑你的 我经常都说的 保险呢 是很特别的一个产品来的 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买到保险的人 是很有福气 因为他除了有钱之外 还需要有 健康 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考虑完很久 接着来投保 接着我们公司又考虑很久 最后不买给你的 其实就浪费了你考虑的时间了 浪费了你的心机 作为以客服务之上 以客户为先的我 是不会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的 所以其实呢 在考虑买不买的 同一时间保险公司 都考虑买不买给你的 我会建议次序 调转 先由保险公司 考虑买不买给你 还有给你什么批评 然后你再想都不迟 同不同意 话说 你最近一次的身体检查是什么时候 过去十二个月里 有没有胖了七磅 或者轻了七磅 家人有没有遗传性格质病 心肝脾肺肾 眼耳口鼻五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咦 立刻连销大打 落到去问健康状况 收不收到 OK 好了 最后一招 R 没有powerpoint的 R是stand for real reason 这招最好不要出 因为出了 就只是刚才你所有招数都不行 这招是最后出的招数 就是客户坚决要回去想 坚决不即时买 在这个时候 通常我们在餐厅 你就要 OK 好了 陈先生明白的 我尊重你的安排 尊重你的决定 不如我们买单吧 好吗 Waiter 麻烦你买单 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千万要选一间 做事做得很慢的餐厅 很忙的餐厅 不要这么快的 麻烦你买单 总之你举手就可以了 有没有人来 不要紧要 不用吹 因为这个是做戏的 麻烦你买单 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 一路执一路瞅着它 观察一下它的状态 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 当你觉得它 唉 如释重复的时候 为了让你看清楚 看着 当你观察到它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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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搞不清 因为呢 又是你找我出来的 跟着呢 刚才一路聊的时候 一路YES 但是你又要回去想 其实呢 一定有原因的 如果呢 我不知道原因呢 今晚我睡不着觉的 是的 你为了令到我 我明天有几张大单要签 很重要的 为了你 你为了我明天好 你说个原因 真正的原因给我听 让我今晚可以含笑而睡 不是含笑九泉 含笑而睡 明白的 你回去考虑 但是你告诉我 为什么呢 接着 他就会说 当他说了出来之后 你就会说 唉 你早说了 原来是这样 很简单的 马上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再说 Real Reason 所以其实做保险呢 做得好呢 是可以做戏的 当你做戏做得好的时候 你可以在台上做独督笑的 好了 教大家一招 通常这些人呢 都特别是一些referral 或者可能一些co-call 这些人呢 可能信心不太够 其实他对什么信心不够 对我们的信心不够 在这个时候呢 教你一招 在这里我想请一个人 上来帮我忙的 他上来帮我忙的时候呢 我会送一支锁匙扣给他 3 2 1 谁上到来 上来狗用的 举手没用的 好 我们给掌声 这位的女同事 怎么称呼你 Janie Janie 我们给掌声 好 三军未动良草先行 希望你喜欢 祝福你百分之百 到MDRT COT TOT OK 好了 现在去到最后了 在签单的时候 留心一下 Mio老师教过我们的社交距离 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OK 这个是适当的 是了 撇声完 陷情闻脈地看着对方 看着眼神 或者看着眉心 微笑 最好是45度角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45度角 总之这些人说的 OK 对 接着他说 Janie 你放心 AIA是最好的保险公司 我介绍给你的计划 是最好的计划 Steven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介绍你给我 我一定会提供最好的服务给你 因为我是最好的Agent 你放心 你放心 AIA很肯定 Janie 如果是买的话 你打算是练功还是半年功 练功 练功 给一下Janie 多谢你 留意 刚才 我做了什么动作 拍它 当我说最好的时候 就拍它 相信我 又拍它 因为这个是anchoring 是NLP的动作 最好 最好的公司 我介绍给你的计划 是最好的计划 Steven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提供最好的服务给你 相信我 买的话 是想要年功 还是半年功 如果你想去年功 就年功的时候拍它 你想去半年功 就半年功的时候拍它 你想去工一小的 就拍一下它 这个研究报告是研究什么呢 是研究一个人有没有目标 技巧是否重要 重要 但是我一开始说的时候 信念更加重要 在这个位置里面 其实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究竟主宰一个人的成功 是什么因素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事 这个世界最有钱的人 是最成功的人 同意的人 请举手 没有 最高学力的人 最成功的人 请举手 没有 最努力的人 是最成功的人 请举手 都没有 那究竟成功的因素 是什么呢 这件事哈佛大学 很有兴趣想知道 他做了一个研究 他研究什么 研究人有没有目标 整个研究是追踪了25年 他在25年前的时候 就访问了一班人 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有没有目标 那结果呢 有四个 第一个 原来有27%的同事 是完全没有目标的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另外一种 是目标很模糊的 你猜这里占了多少成 90%没有那么多 目标很模糊的 是有60%的人 什么是目标很模糊呢 就是你今早就问他 你的target是什么 TOT 下午问他 COT 晚上问他 MDRT 明天问他 MCC 这些是很模糊的 今天问他 我要请人 明天告诉他 我要做数 后天就说 请人或者做数 这些目标模糊的朋友 原来是占了六成 但我想问大家 你知不知道 完全没有目标的人 在25年之后 大部分的生活是怎样的 在贫穷线以下 是要被接济的 目标很模糊的朋友 他们胡到口 有小部分都不错 第三种 是有清晰短期目标 这种是占了10% 这些朋友在20年之后 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 生活无忧 去到最后 是清晰长期的目标的人士 这些人 他们是 只有3% 他们往往是世界的灵走 那么多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目标还不重要 重要 我们有时候会骂人 贱人 是不是 今天 我们有一句说话 经常都听的 哀莫大于心死 原来一个人 最大的哀伤 是心都死了 那什么情况 他的心会死呢 很简单 就是当你有一天 在街上见到你的前夫 前妻 你的ex boyfriend ex girlfriend 的时候 你见到他身边拖着另一半 无论拖着那个是燕兽还肥 你都毫无感觉的 那你的心就是死了 因为他已经不再重要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这句说话有下一句 下一句是 贱莫贱于无智 原来一个人最贱 不是色情 不是猥琐 不是没钱 原来一个人最贱 真正的贱人 是无智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举起 你的右手的食指 右手的食指 右手的食指 问前后左右 你是不是贱人 前后左右都问一问他 你是不是贱人 继续问他 你 有没有目标 你有 你要答他 你有没有目标 有 好,你們那個是清晰長期的目標,還是目標模糊的? 這麼多位非戰人 你們如果想做好人,想做一個人 我們就從目標開始 每一年本公司都會有我們的認數大會 中國人的智慧很好,一個認字是很有意思 它可以拆成三個字,可以拆成言字 一把刀和一把心 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你講了出來的東西 好像用把刀插在心裡 講了出來的東西,用把刀插在心裡 請大家舉起你的右手 跟我做一次,講出來的東西 好像把刀那樣 插在心裡 你認什麼? 我問你們認什麼呀,今年 你認什麼呀? 我給大家 十秒時間 認真想一想 2018年過去了 2019年開始了,快一個季度 我們要把目標插在心裡 講出來的東西 要把它落地 這麼多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2019年,你很想成就什麼呢? MDRT,COT,TOT,MCC,升職 是大是小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有 在這裡,我很認真,很嚴肅去問大家這個問題 我請大家用最高的視野去回答 不需要管別人 因為目標是屬於自己 那麼多位馬來西亞的戰士 你們2019年的目標是什麼? 是什麼? 舉起你的右手 一講完,插下去 舉起你的右手 那麼多位馬來西亞的戰士 2019年,你的目標是什麼? 什麼? 這樣做就對了 每次我們玩一個比賽的時候 或者一個人生的旅途 我們有三種態度 分別是什麼呢? 是Pay to win I don't care 還有Pay to lose 打遊戲我們想要贏 做數我們想要贏 我們想分享得好一點 第二種的態度 就是Pay to lose 沒所謂的 其實我都是自在參與的 預了輸的 Pay to win的人 是不一定會贏的 但是Pay to lose的人 就一定會贏 劉德華說過一句說話 有信心未必會贏 但是 沒有信心就一定會輸 還有第三種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但是當你對一切都不在乎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贏呢? 有很多同事 不要笑啊 有很多同事去跑數的時候 就是I don't care 她會收 其實當你I don't care的時候 其實你就等於Pay to lose 親愛的兄弟姐妹 我想問一下你們 2019年 你最大的可能性是甚麼? 2019年 你們最大的可能性是甚麼? 2019年 你個人業績 最大的可能性是甚麼? 答我 答我 剛剛你認了甚麼? 無論你認甚麼都好 你最大的可能性是甚麼都好 如果我告訴你 在這一刻 無論你認甚麼都好 我也告訴你 Sorry 不好意思 你們今年 是零%做到的 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定做不到的 我想問問你 你會由現在開始到年尾 是停了手 甚麼都不做的 請舉手 沒有 計較得失 意迷惘 心有成敗 舉步難 無論別人 或者自己 告訴你 是一定做不到的 你都依然會去做 不是我 是你 給點掌聲給自己 好嗎? 我想請大家 全部站起來 除了一個站不起來之外 他有資格不站起來 原來 所有人 告訴你 包括你自己 都跟自己搏爛水 跟自己聽說 我不行 我不行 的時候 其實原來 你都會繼續努力去做 當你每一次想放棄的時候 我鼓勵你 你想回 為甚麼你當日開始 這個很重要 在這裡 我很想告訴大家 馬來西亞的兄弟姐妹 是很優秀的 你們配得 你所擁有的榮譽 人生是應該精彩燦爛 保險是由一個 由武到有的行業 保險是一個創造行業 保險是一個多勞多得的行業 大家信不信? 信不信?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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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是很多下掌聲 在這裡 在這裡多謝大家 這個時間 今天 我們今天也要去替我們 正在這裡 因為我吃完飯 我便要離開馬來西亞 離開 義保 如果要買 盡快去阿 我待會還沒簽名 或者失去簽名 可以在外面簽名 今天也有一個 送給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鎖匙扣是有剩的 我們要正確,我們要正確 如果大家昨天是買了那一派的一本書 那你沒有鎖匙扣的,是吧? 那你可以出來拿鎖匙扣,好嗎? 但是已經有鎖匙扣的,就不要再拿了 可不可以答應我? 可不可以? 這本書其實是很重要的,說真的 這本書寫了我,我由AUM的時候開始想請人 到成就了百分之一百MDRT的傳奇 中間所有的心路歷程 它是包括了training, selection, recruitment, closing, handling objection 以及如何去管理架構,全部寫得清清楚楚 在香港已經出到第七版,亦都出到英文版 接下來會出印尼畫的 今天我不想拿回去香港 所以大家買來的,如果你買了的時候 很鼓勵大家,將來我自己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買了的時候 不是,我新同事升職的時候買給他看 我下山三萬字,不用說那麼多 他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有人問我,WAVE,為什麼你願意將你這麼寶貴的 私人資料秘密告訴別人呢? 是因為我很希望這個行業可以提升 我很希望有志有為的人不會流失在這個行業 我希望一起提升大家的水平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本書,多謝大家 如果還沒加我的WeChat、Facebook的話 就趕快加上它了,OK 好了,我現在出去了 將時間交給大會,謝謝 多謝我們最一切熱而力的掌聲 來多謝我們的WAVE CHO CIAO